今天的AT个股推介就是推介中移动941 选择原因是恒指跌穿近日 区间底部大约23,100点支持 并且见到年内的新低 如果短期不能重返23,100点流上 预料会进一步转差 下方关键支持是去年3月 包括新冠疫情的低位是21,139 就是21,139点 股份方面可以留意中移动 中移动发行A股计划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预料可以壮大资本和加快发展业务 彭博综合预测 中移动2021至2023年股息率分别是7.9厘 8.7厘和9.4厘息率吸引 而且公司盈利维持良好增长 2021至2023年 盈利分别是1144亿 1245亿和1321亿人民币 分别增长6%、9%和6% 中移动昨天收报是46.35 未跌0.2% 策略上如果46元不失 可以在46元附近的水平吸纳 目标是先看53元 跌穿42元就要止蚀 否则可以留意42元附近的收集机会 19LED 19L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